回到新聞時間 南安省廣泛地區迎來今年第一場雪暴 部分地區降雪量高達60厘米 大雪造成交通混亂 原定今天開學的學校也繼續關閉 唐紀藍報導 今天早上 南安省和大多倫多大部分地區被大雪覆蓋 環境部向多倫多一度發出暴風雪警告 預測區內的降雪量最高高達60厘米 伴隨著大雪的是時速高達60公里的強風 造成嚴重吹雪 導致多區的能見度接近零 大雪也造成多區交通混亂 數以萬計的車輛被困在高速公路 多倫多警方在下午一度關閉Gardener和DVP公路 以便清理道路和移走被困的車輛 平時繁忙不斷的401公路 今日基本停止運行 只是剩下大量被困多達幾個小時的司機 警方數據顯示 但多倫多地區今天錄得幾十宗大雪引致的交通意外 多倫多市府已啟動極度嚴寒警報 派出600輛產雪車和200輛灑鹽車清理道路 同時原定今天恢復面售課堂的安省學校 大部分學校都延遲開學日 繼續完成課程 降雪預計會在今晚停止 但氣溫會降至至零下20度左右